營印有請 文明月明 clocks 言cription 意識 allowed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成委員姨民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早 今天本席要讲的国事论台的题目是 教师法修法应避免回到威权时代 为了淘汰不适任的教师 教育部提出教师法的修正草案 但由于修正条文争议过大 引发教师团体和家长团体激烈的对立 分别在立法院外发动抗争 淘汰不适任教师是共事 但是教育部不应该让教师团体和家长团体火车对撞 若导致翻车受害的恐怕还是我们无辜的学生 教育部身为全国教师的最高行政的机构 却片面认定学校一定是师师相互 才无法淘汰不适任的教师 此次修法要让外界没有教育现场经验的专家学者 所组成的教评会来决定老师的去留 以致引起全体教师们的反弹 所以本席认为教育部与其引进外面所谓公正的力量 或许更应该思考如何让学校里面的公正的老师 能够当上教评会的委员 不要让学校的教评会不断的被污名化 这才是民主国家该有的做法 教师团体忧心这次修法 假借强化 不适任教师处理之名 扩增教师解聘 不续聘 资浅的事由 并明文将大专教师为献其升等 违反教师评鉴 列入资浅 有如将解聘教师的权力 倒退到我们威权时代 由行政体系 独揽大权 此外 教师法修法 还规定 教师请假的规定 企图片面破坏 和教师团体协商的结果 根本就是清算斗生教师 本席认为 国家应当基于捍卫教育基础而立法 不该为了捉奸防避而修订法律 笔记学纪篇说 道尊然后明知进学 只有老师受到尊敬 真理学问才会受到敬重 最后我再一次的强调 蔡政府不该在教师法修法时 来制造对立 努力为国家培养未来的良好 公民与栋梁 避免优良的教师被诬陷 才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 以上 谢谢 谢谢 陈委员 下一位请江委员提参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媒体大家早安 我今天要讲落实国会监督 拒绝帝王条款 蔡总统日前受访的时候 她说作为政治人物要领导国家 诚信是最基本的要件 那外界都解读这个是在案子 赖清德没有诚信 但是蔡总统你有诚信吗 民进党一直以来主张制定 两岸条例的监督机制 是为了回应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所主张的先立法再审查 但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呢 却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法治化工作 迟迟不主动来审议 也不愿意尽数来通过 取而代之的是 蔡总统政府 蔡政府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增定第五条之三的草案 将两岸的政治协议 加入所谓的国会双审议 以及人民公投复决的机制 表面上说的好听叫做高门槛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帝王条款 为什么 第一因为有关政治协议的认定没有标准 根据入委会的说法叫做个别判定 那谁来判定呢 什么叫做政治性协议呢 实际上根据修法的内容 行政院的版本很清楚 就是由行政院从个案来做认定 来订定这个所谓的帝王条款之后呢 陆委会就可以来排除国会的参与 跟国会的审查 成为政府掌握两岸交流的重要工具 进一步来说 陆委会如果想要规避监督 只要自行认定该协议 并不属于政治性协议 就不会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来审议 让后续的监督 所以所谓的高门盘 所谓的高门槛 根本就是喊假的 主要是要架空国会的监督 蔡政府在大选将界之时 另外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 讲好听一点 是要回应当初所谓国会监督的一个诉求 但其实根本就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的遮羞部 其所图的不言可遇 人民要求的两岸交流必须公开透明 可受公平跟监督 然而如果通过行政院版的帝王条管 根本就是架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各项监督机制 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讲 所谓说好的国会监督 人民参与公开透明 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请我们的行政院请蔡政府 好好务实的提出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案 接受国会的监督 不要打假球 谢谢 谢谢江委员 下一位请孔委员文吉 福西各位委员 大家早 昨天下午1点1分 花莲发生瑞士规模6.1的地震 造成全台17伤 这个镇央是在花莲的同门村 测得有7级的震度 气象及说 未来一周内不排除还有规模5以上的遗震 这个也是台北近10年来最大的地震 造成长安东路上的清零大厦倾斜 在纵横公路也有两名马来西亚的践行旅客 仍在急救中 我们中央跟地方 虽然成立了紧急灾害应变中心 但是我在这里建议政府 应该要特别重视我们花东地区 苏花公路 纵横公路的安全性 特别是铁路 也希望我们紧急灾害应变中心 要知道我们铁路的一个安全性 怎么样来保障我们东部地区民众 生命财产的安全 所以文局在这里建议政府 应该要吉民所及 苦民所苦 但是我们在经济委员会 看到很多我们国营事业 都是肥高官 瘦百姓 民进党可以说是吃相难看 我们现在国营事业的董事会 包括台糖 中油 台电 台水 都是爽领四点四个月的年终奖金 领取的金额从七十七万 到一百二十五万不等 但是我们基层员工 加薪只有百分之二 所以中央领高薪 但是基层领的还是低薪 所以我们在这里建议民进党 好好的检讨他的中央 中央国营事业 也不要有除了公营事业之外呢 我们中央政府的公职 也已经变成派系搓拥的 一个任命的思考 特别是 更令人不齿的是独立机关 中选会 应该是一个公立 独立超然的机关 但是也变成派系搓拥的金软 毫无专业以试任的考量 我们现在中央可以说是一个 落险者联盟 陈其迈落险高雄市长 现在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 林佳龙落险台中市长 现在担任交通部长 魏明谷落险彰化县长 现在担任台湾自来水的董事长 李敬勇落险迎宁县的县长 现在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主委 更令人是蔡毕仲之前担任花莲县的代理县长 现在又回任法务部的政务次长 所以我们中央可以说 已经是变成了一个落险者的联盟 过去民进党在批评 马政府只有仇庸 但是现在反观自己 民进党应该要好好检讨 谢谢孔委员 下一位请省委员智慧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两岸关系是中华民国历任总统 最重要的施政课题 任何一位总统及其领导的执政团队 在选择两岸政策方向时 如果对了 那是国家 国态民安 如果错了 那是民不聊生 最不幸的时候 错误的两岸政策 还可能引爆战争 生灵涂炭 我们用反正来看 如果台湾人人有钱 国家安全 那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但是今天 民进党执政下 刚好不是这样子 民进党执政的现在 没钱的人多了 受苦的人多了 民进党关闭两岸沟通管道 每天发布共军绕台 共击绕台的挑衅新闻 刺激两岸神经 唯恐两岸不乱 目的却都只是为了选举的私心 民进党自于说 台湾的民主化程度 傲视亚洲各国 但是 民进党用嘴巴喊台独 确实在这样的 确实不用实际行动 来实现台独 自我矛盾与荒腔走板的 政治表演 不但把中华民国民主 搞成了煽动的民粹 还把台湾经济整体拖垮 台湾人吃饭 再度成为问题 为什么在民进党执政时间 越来越多的台湾 民主的台湾 为什么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 越来越民主的台湾 没钱的人会越来越多 因为民进党执政的时期 用不理性的两岸经济政策 对闭了 封闭了执政的时期 封闭了台湾和大陆 合作经济发展的所有道路 让台湾想要努力赚钱 改善命运的人 丧失了许多的机会 前两天 本席直询陆委会 主委陈明通的时候 陈明通主委说 两岸服贸协议是经济问题 但是他接着说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九二共事一中框架下的 服贸议题就是政治议题 天哪 这种奇怪的想法 台湾人能接受吗 执政者用 我可以签两岸服贸协议 但是我不签 你不能签两岸服贸协议 因为你签的时候 就变成政治议题 民进党的执政者 可以这样蛮横吗 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 就税下 被牺牲的台湾人 再度面临吃饭问题 台湾人现在吃饭 有两个层面 第一是吃得饱吗 第二是吃得好吗 我们有些国小的营养午餐 一餐只有新台币18元 这种惨状还有天理吗 大陆人不会像我们吗 我们就算是孩子吃饱了 可是孩子们还吃得好吗 台湾人还算不算穷 谢谢 沈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黄委员招顺 黄委员招顺 黄委员招顺不在场 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立禪 主席各位同仁早 去年9月 我国驻日本大阪办事处处长 疑似因为不抵来自 内外部的巨大压力而轻身 全国上下一片恍然 这不但让我国在外交战场上 痛失英才 更严重打击第一线外交人员的士气 进而引起社会大众 对于检视外交人员 心理辅导机制的声浪 诸位外交人员在海外 肩负捍卫我国主权的神圣使命 他们必须在恶劣的大环境之下 站稳中华民国的脚步 同时需要对海外国人提供 急难救助 他们长期以瞬息万变的外交战场中 工作压力非常人所比 然而在本席的了解之下 外交部在大阪事件之外 事件之前对于全球近八百位的 驻外人员的心理辅导机制 一年只仅编列三十四万的预算 而且多半拿来做印刷跟宣传 作用几乎是零 这个数字不仅让本席感到惊讶 同时也为所有的驻外外交官感到非常不死心痛 本席在本周在委员会中 强烈要求外交部以更多的支援 更有效的应用 更有人心化的关怀 建立一套实用的心理辅导机制 让每一位外交人员 努力为我国奉献心力的同时 能感受到国家的关心 能舒缓他的工作的压力 本席在这边在呼吁政府 驻外人员每一位都是国家重要的资产 所以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之下 政府应加强掌握他们的心理状况 并以成熟既完整的心理辅导机制 对他们付出基本的关怀 让离乡背景 离家数千里的他们感受到国家对他们的站在一起 国家对他们的关心 国人跟他们站在一起 所以本席在这边呼吁 我们的政府对外交人员的关心 跟对外交人员的经费 一定要注入更多的支援 更完整的制度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同委员慧珍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自从太阳花学运之后呢 民进党一直喊着两岸协议监督 要法制化的口号 可是蔡政府执政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草案持续搁置到现在 318的学运到现在也已经五年多 陆委会迟迟都没有他的版本出来 都没有一个习政院的版本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属于重大法案 行政院本来就应该要有院版 可是陆委会却表示 民进党团提出来的版本 可以制度的代表政府的立场 那么本席很想请问蔡政府 虽然民进党想要 难道民进党想要以党领政 用民进党团的版本来取代院版吗 还是执政党不敢面对两岸议题 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另一方面呢 习政院又火速通过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修正条朝案 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其中修正条文的第五条之三规定 政治协议的程序门槛竟然高过修宪门槛 修宪的程序 大家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既然政府认为协议的重要性高过宪法 那很简单就直接修宪就好了啊 当初订定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目的 就是要让协议能够在法规的监督之下 达成各方的共识 执政党现在为什么又大费周章 另外又修正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版本 本席支持两岸签订协议 一定要在监督的条件之下来监督 但是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草案就足够来应付这一些了 而且所有的协议都应该要采取同样的标准 才是最适合的方式 民进党呢 一方面刻意的来区分政治跟非政治的协议 可是又不要确定的明确来定义 什么是政治协议 所以所有的界线都模糊不清 我想这样子下去 会沦为大家各自解读 届时许多协议都会有无限上纲的可能性 然后呢 每一个人都用无限上纲的可行来加以来限制 民进党曾经要承诺大家 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来订定 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不但没有兑现 迟迟没有兑现 现在他又火速通过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而且高过门槛的这个程序 阻碍了两岸的交流 本席要禁告蔡政府 执政党的所作所为 只会加深两岸的隔阂 对于我们两岸互惠跟友好关系 一点帮助也没有 本席要提醒蔡政府 大陆的经济攫取已经是不可抹灭的事实 大陆也是台湾贸易上面的重要关系伙伴 不但但是现在只要有人稍微靠近大陆一点 跟大陆做生意就被抹红 这样子一路下来 民进党只是为了选举考量 只是为了意识形态 而把台湾的民生放在一边 是不正确的 谢谢 谢谢同委员 下一位请林委员得福 林委员得福 林委员得福不在场 下一位请吴委员致阳 吴委员致阳 吴委员致阳不在场 登记国事论坛 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表示了点击 所以我会认为了一位